現在可以踴躍地擺上自己的那一份 讓我們享受的有多少 總共共鳴有多少 那哥林多書的主題是什麼 你們請問知道嗎 是基督律所喊下至少為一切難處的前答 所以當保羅看見哥林多一切難處的時候 他並不是用什麼高深的道理去教導他們 也不是用什麼人類的方法哲學來改變他們 而是藉著這位基督 就是定時之駕的基督來解決一切造位的難處 那他說啊 在哥林多人的行情其實也在我們造位生活中常會發生 我們造位生活其實就像哥林多人一樣 許多哥林多信徒是在魂裡也是屬肉體的 那我們今天的生活也會常常是活在魂裡面 並且有時候也是照著肉體來過生 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那當然讚美祖有時候也是活在靈靈的 就是能夠經歷這位基督的 那第二個點呢 哥林多書就是強調這位基督 保羅在二章二節說 因為我曾定了主義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這位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 逆時之駕 所以 保羅看到了哥林多一切的難處 他只有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基督並這位定時之駕 然後看見哥林多造會 它其實就是一個外邦人所主持的造會 那外邦人就是很多的不同的背景 各種情形都會主持在 那哥林多那個地方就是在希臘 那個雅典的旁邊 所以也非常多屬人的文化 屬世的哲學 所以有太多的難處在哥林多 但是保羅並不是 只是為了解決難處而已 他來說讓我們看見基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生命途經 有沒有生命途經 我們可以翻開 那我們先翻到 第七頁 從保羅在一章一至九節來的開始 我們開始來的這一段 我們都翻到好嗎 好 我們可以先讀 保羅在一章一至九節說到許多重要的點 在這幾節的經關問題 首先有關於使徒的正確理會 然後又對照會和信徒、聖徒和信徒的觀點 我們會看見保羅接著說到一件事 我們可以稱之為起初的恩賜 如果我們要了解哥林多賢書 就必須知道什麼是起初的恩賜 什麼是發展的恩賜 我們在一生里沒有看見發展的恩賜 就是來自生命長大的恩賜 只看見起初的恩賜 九節非常重要 這裡保羅說神是信使者 你們還是為他訴訟 進入了他 而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在此保羅說到基督的交通 神已經呼召我們進入基督的交通 因此地章一至九節的重點 還是使徒、照會、聖徒、基督的恩賜 以及基督的交通 所以我們就看見了幾個重點 有使徒、有照會、聖徒、起初的恩賜 以及基督的交通 那為什麼要講到使徒呢 就是講到這位保羅 他並不是為人所指派的 而是神所 按了神的旨意而成為使徒的 而且照著神的旨意 他在討他是由權力來處理一切事情的 所以保羅是使徒 並且帶著地位和權利 那在後面的經節也講到 保羅不僅是騎的 他也是和弟兄所聽的 一同來寫的很多書 所以代表說他是在身體裡 他也守著身體的恩賜 那這一封書信的受賜 就是很多的照會 那保羅便便一開始就直接說 跟很多照會是個不好的照會 比如說他是個很多問題的照會 他就說這個照會是怎樣 就是在基督裡被聖別蒙招的聖徒 所以代表保羅他是在一個神聖的眼光來看神的照會 那講到神的照會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代表照會是由神的性質 並且是由神聖的元素所構成的 所以代表說 照會並不是屬人的聚集而已 乃是神的元素在其中 而且既然是神聖的性質 那不僅講到是神的照會 更是聖徒 那對這個聖徒很多人就會感覺說 那既然是聖徒 為什麼會有許多的情形在照會生活中 就有一些的 我先去衛養的時候 問過我說 你怎麼可以稱大家都是聖徒呢 應該只有那些很特別的人 很特別的人 甚至說被人尊重的人 像彼得保羅他們那種偉大的使徒 才能夠稱為聖徒 或者是在教會中許多數名的偉人 才能夠稱為聖徒 那我就照著聖徒來給大家看 其實聖徒是講到說 神的照會就是在基督裡的聖徒 那很關鍵的一個字就是 在基督裡被分別的 被聖徒的聖徒 如果我們在自己裡面 那我們可能就會有許多的光景 是不合理聖徒的 但是我們一被擺在基督裡 我們就完全成為聖徒的 因為他就是聖徒的 所以我們可以再來讀一下 第十三頁 的第三段 在這節裡 在這節裡 保羅說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被聖徒 我們乃是在基督的素質與範圍裡被聖徒 當我們進入基督時 就是當我們接著相信祂 被看進祂聖基的連結時 基督乃是他分別我們 使我們聖徒為神的元素與範圍 在讀 蒙召的聖徒意思 指定在基督裡的聖徒 乃是蒙召的聖徒 並不是蒙召做聖徒 這是地位上的事 是地位上的聖爹 為了達到性質上的聖爹 所以在聖經中只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金本來 因為不一定是聖徒 但是把它放到墊裡 就成為了聖爹 所以很在於這個東西被 把在座位置上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能夠 成為聖爹的 因為我們被擺在基督裡 這個人就成為聖爹了 而且這個地位上的聖爹 是為了達到性質上的聖爹 所以我們需要被擺在這個基督的範圍裡 並且不斷地接受這神聖的元素 所以我們能夠在基督裡宣告 我們是聖爹了 聖爹了 那後面就講到 是同著所有在各處呼求主 我們主之名的人 所以代表聖徒有一個很特別的特點 就是會呼求主的名 我們是一次永遠的得救 但是呼求主名應該是我們時常的操練 所以我們需要不斷地來呼求他 那呼求主名我們都知道 既然是呼求就是用人聽得見的聲音 那這部戲裡面就講到 我們呼求主名是需要能夠自己先聽見 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想要聽見 但主主我們會願意聽見 所以如果我們聽了自己的禱告 我們就會有把握主也聽了我們的禱告 所以我們特別要保備我們的呼求主的實行 並不是一個宗教的微調 那是我們享受主的一條路 那就是我們得盟聖爹的一條路 Amen 那接著弟兄繼續交通 我們這一次就是進到哥林多前書裡面 那因為我不曉得是不是有剛得救的弟兄姊妹了 這個哥林多前書是什麼意思 如果弟兄姊妹有恢復版 聖經註解的請 我們來幫我們旁邊的新人看一下 這個哥林多前書 這個哥林多乃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受者 如果是回復版聖經這一版的應該是 639頁 在這影片我們看見說這本書的住者是誰 住者是死不保羅 那受者呢 在哥林多的聖徒 所以哥林多前書就是保羅寫給 在哥林多的聖徒的第一封書信 所以就稱為前書 那我們再往後翻會看到有更多後書 這個後書就是第二封書信 那我們從閻文靈台來看就可以知道它是 first and second 就是第一封書信跟第二封書信 就是如果說不知道 或是有當得救的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認識一下 這個更多前書是什麼意思 那 好,剛剛我們等一下弟兄 就待我們其實看到 生命讀經的第一篇第二篇 那其實 生命讀經的第一篇第二篇 其實第三篇都是在講疑言的部分 那也就是在聖經裡的一章的一到九節 在這一段 九節的心理都是疑言 那麼保羅花的這些天福來講 這一個基督 它其實有一個用意 就是要把基督做到何以多人的裡面 剛剛 弟兄姊妹的分享裡其實就有提到 這個照會是有許多難處的 這個照會有十一項的難處 那我就在想啊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不可以開宗迷的 就直接指出他們的問題 但保羅並不是這樣 保羅乃是先解雷斷銀言 是要把基督供應給他們 然後在讀這個九節經文的時候 我就發現非常奇妙的 在每一節裡面保羅都講到基督 他是做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那在第二節就講到 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 那在後面的每一節 甚至到第九節 他就講到 乃是為他所造 基督的他兒子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口 在第一節到第九節 每一節裡面都有基督 在當保羅在對付這個照會的難處之前 他就是把這位基督給擺出來 那請不用怎麼樣的翻到 神秘古經的第三十四頁 在第三十四頁 這裏有一段講到基督是唯一的中心 那我唸給別人的聽 在年前一章一至九節 保羅要我們對一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 在神的經歷裡 基督是唯一的中心 神的心意是要使他的兒子 基督成為他基督的中心 也使他成為所有信徒的明確 其實這個照會有許多的問題 但保羅並不是聖法 跟他們協商溝通 來解決這個照會的問題 本來是把基督給擺出來 他們就聽到弟兄們的分享 或許和我們同住在一起的人 有許多的難處 或許我們看他們也覺得 他們或許不是神 那我們需要有一個裡面 看見其實基督要先供應我們 先得主要基督的供應 然後呢 和我們同住在一起的人 應該要來一同的追求基督 供應基督給你 你也供應基督給我 保羅花的九節的時間 再想這一件事 然後各位各位看見基督基督基督 各位各位都前書的時候 也需要看見這一點 要看見基督 請教師妹們翻到生命圖經的第五十二頁 五十二頁的中間那一段 剛剛弟兄有分享到 按照格林多顯書來看 我們有基督的二十方面 包括它是那包羅網友的這一面 我們沿途這封書信使需要留意這些 極重要的事 也要花太多時間 研究種種種消息事物的細節 然後全神關注於基督教的許多方面 導致這些方面 導致並交通 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 是滿受提醒的 因為當我看到這個港姆 第一個講到貴戶分裂 我的想法就是來講 到底是哪一間經濟的獎 老黃子分裂的照片 但是其實讀到這段話 這三次提醒我需要去看基督 在這一個問題裡面 基督究竟要 保羅究竟如何擺出基督來解決這個問題 接下來 讓他的弟兄姊妹分享 這個林淺一章的十到十三節 這時候我們大學主的途徑 進入就是林淺的一章一節到十三節 從十節開始 保羅就在對付這個造會的第一個難處 也就是他們的分裂 在十節保羅就講到 弟兄們我介紹我們主耶穌基督道的名 肯求你們都說一樣的話 你們中間也不用分裂 只要在一樣的西施和一樣的明天裡 彼此和諧 好 那請弟兄姊妹們再談 回到生命如今的三十五頁 三十五頁這裡的第二段就講到 保羅從十節開始對付 哥林多人中間的分裂 首先他介紹我們主的名 可以求他們 這名是超乎萬名至上的名 也感激他所有信徒之間 賭一個名 然後那些分裂的哥林多人 卻把保羅、亞伯洛和基法的名 與基督的名同意 跳一段 為了保守屬立得一 避免分裂 我們需要拋棄在這製高之名 一萬一切別的名 高舉遵從我們主 賭一個名 然後在賭第十節的時候 當時我就在想 為什麼保羅要特別提我 借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他在這裡特別把這個名給提出來 那我在往後讀 我就發現 其實從十二節開始 就是我們剛剛順便讀經讀到 就是在這個照會裡 他們這些聖徒的高主 屬於外其他的名 十二節就說 有人說 我是屬保羅的 我是屬亞伯羅的 我是屬基法的 我是屬基督的 那就是因為在這個照會裡 這些知識非常聰明 他們心思 混得心思非常強的哥林多人 他們在這照會裡 高舉許許多基督以外的名 所以保羅在第十節就點出這一個 我借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可以求你們 借主這名乃是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那這個名呢 其實名就是一個人的人味 保羅把主耶穌基督的名擺出來 其實就是擺出主耶穌這個活的人味 就是保羅希望借著這個活的人味 可以幫助這一波人看著 他們需要的不是自己很強的心思 他們需要的不是在那裡高舉誰誰誰 而是他們需要高舉基督 那在神回奇就在那裡 我就想到啊 好彼得在那裡有一篇信息就說到 好彼得在天下人間沒有赤下別人 可以靠此而救 我借主保 我就把這個名交好 我就把這個名告訴哥林多人 讓他們享受 讓他們助益基督的這個名 那當我在五數節的時候 還有這十二節的助益 他就有講到 當我們唯有接受基督做所有信徒之間 獨一的中心 才能把其他的名稱 禁斗消除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中 在我們教父弟友裡面之家 在我們彼此的追求裡 把弟友講 我們不是去談論那個弟兄怎麼樣 我們來多多的談論基督 在我們弟友裡面分享 分享一個點 到了十二節 他們在那裡說 我是屬誰誰誰之後 十三節保羅就講了一句話 基督是分開的嗎 保羅為你們定了十字架嗎 或者你們是進入保羅的名嗎 在十三節裡其實就講到一個 兩個詞 一個叫十字架 然後另外一個詞就是名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恢復本聖經的綱目 他在第二個當年 對付分裂之後 擺了一個中綱 講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是照會中 所有難數的唯一解答 好我們實在就是在第十三節吧 基督的名 還有十字架這個 這樣的點給擺出來 阿們 好 想要在十字架這邊 讀一下三十五頁 三十五頁最後一段 最後在臨前的一章十三節 保羅問 保羅問你們定了十字架嗎 或者你是進入保羅的名禮嗎 那 父保羅沒有為他們定十字架 也不是進入保羅的名禮 為他們定十字架的乃是基督 信仰是進入基督的名禮 所以保羅似乎是說 事實上你們並沒有從 保羅、亞伯羅或基巴得署什麼 你們甚至也不該局限在狭窄的基督裡 你們必須專注於獨一的基督 所以在一章的二節 保羅就在那裡說 真的是同著 告訴我們 不求主耶穌基督知名的人的 因為基督是我們的 要註意這位 注重這一個獨一的基督 在《真兵讀經》第五篇的最後 就提到了第二回憶 也就是十字架 請大家和我們這邊交通一下 十字架 在五十五頁就講到說 十字架的工作是 了解我們 大概五十六頁他就講 像我們人生裡是蠻了許多的難處 在我們的家庭生活 不應照位生活中也不利以外 我們的辦法 寫商就是用來 寫商是解決問題 而脫胎糾纏的方法 但這不是神的路 神的路 還是把基督供應你 借著十字架了解你 因為我們要來這一週的生活 就是蠻了基督的供應 可以把自己交給基督的十字架 在我們所不願意的事上 讓基督的十字架 讓十字架來了解我們 OK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五分鐘的分享 我們請丁雙子妹們可以一同的站起來 那我們可以三四位圍住 在小組裡有一些的分享 OK 好丁雙子妹們可以一同的站起來 就是平靡 nod 就是平靜的超人 好丁雙子們可以一附近 就是平靜的 對方 都是平靜的 最重要的 在記錄了 才是成績的 很確定 雙子妹們可以